如此,所以我就创了这么个典故,可见他的不具一格。 在苏世上,苏世在古典里和藏人并没有什么不同,读书是从四书五经开始,念字也是从临摹凯书法帖入手。 苏世当然是个天才,但是天才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异乎常人的刻骨,刻骨本身也是种天才的资质。 苏世曾经把汉书抄了三遍,我们说这个汉书的原著算起来大概是七十多万字,他年轻的时候抄过两遍,到了黄州以后又抄过一遍,所以苏世可以说对汉书是造罪如流。 苏世自幼喜欢林罗王羲之的《蓝平旭》,再加上他多年朝写经书的《童子宫》,一首飘逸的书法《人见人爱》。 但,拿苏世中文史写在原有通宝上的名文,和他年轻时创作的制品帖比较,同样是行书,但风格却迥然有异。 究竟是什么原因,促使苏世的字,由大宋化的风流才子,转变成独具特色的食鸭行? 游历三月初七,是中国传统的韩食节。 这一天,家家户户都不舒服做饭,只吃鲜冷食,以免而顾免。 昏人一零八二年,也是这么一个冷冷清清的日子。 从金诗在点折到湖北黄州的苏世,足坐在冰凉的书斋。 昏人一零八二年,创爱与生息,孤独惆怅的景色,也有两回事。 自我来黄州,已过三寒时,年年月西冲,春去冻明星。 自我来黄州,已过三寒时,这冰净还是比较平静。 这冰净是小的心态。 那写的时候,随着新冻的发展,最后写到他生活的时候,写到, 冰净,破灶消失,破灶,稍微拾着柴火,有烟熏火燎的,行情就很快。 然后,这个,这个,冰月吹。 在这个时候,他自我慢慢有,平静的小凯,从下写业又大了。 不如同时,死不回忆,此处不回忆。 难道说,苏氏真的就此处不回忆,此处不回忆。 苏东托是个什么人物呢? 我始终认为,苏东托是一个,兼容中国如是到三教的人物。 在他的思想里,在他的人生境界里,他有着一种非常超迈的,洒脱不记忆的。 我认为他的骨子里,有着装子的那种,很超脱逍遥的东西。 这是他本质的东西。 所以我想,无论他当时多么回腿绝望, 他仍然能够自己把自己的生命的那个境界排解出来。 作为均匀的规则,创造力就会有所约束的。 苏旁的和这个庞大的文明体系一样,也是以稳定的规则。 但,在岁月的长河中,即便追求价值一统的这样一个文明, 也为人的个性和创造性留有余地。 但所有的个性都是苦难的产物。 苏旨的个性正是来自脱离常态的生活。 且就韩石铁的四个月后, 苏旨又完成了这种古今的赤壁妇。 身体和精神所受的一很多, 很大没有压垮这个伟大的灵魂, 反而促使他完成了一套更高的超越。 这位小老人,他在正面上是处在地骨, 但是呢,他的失文还是很有影响,很有威望的。 无论是在明天,还是在宫廷里边,都受到称臣。 记,记得,在宫廷里边呢, 没关系你们,还随不随听到皇帝在吃饭的时候, 说写得好,写得好。 这个时候呢,皇帝是正在看苏式的诗文。 人如其字,字如其人。 人们敬重苏式的人品,也喜欢和书作。 于是,尽管没有皇家心意, 苏式的每一幅书法作品, 都成为了一个自觉名额的法典。 正是,在宫廷里边的努力, 中国书法超越了政治、都教的最初使命, 歹脱了权力的左右, 升华为一种寄托人文理想的完美的艺术形式。 《回顾》, 是一代一代开阔者无法超越的矛盾处。 丰厚的文化遗产是财富与指数。 但一个以稳定为大事区间的文明, 因此各种各种创造, 都要做巨大的难题。 韩式的语言, 诸诗的语言, 命经无难跌倒。 至今, 学生很好的语言, 而悲剧就是每个过半后带给你情感的死敌和信敌。 只有经历了, 更好的语言, 才能穿越时间和秘语, 还能在历史堂和兵, 永远在他, 动人心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